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稍微有些能力的 基本都活在他无边的猜疑里 举手投足稍微出格点 不留神就犯他的忌讳 不是被他猜忌到悲壮迅国 就是被他瞎指挥到狼狈投敌 相关的活剧叫多少读识者说起 无不一声叹息 但对一个人崇祯却是百分百的例外 不但自从相识以后 就一直毫无保留的信任 甚至更对此人寄托着无比热切的希望 以崇祯自己失文的话说 颜梅金赞座甘城上将威严戏柳盈 简直就把此人看作当年为汉朝平定七国之乱 缔造黄黄盛世的一代军神周亚夫 这位崇祯眼离的大明救星 正是在后世史料理 惨遭千人采万人垂的明末政治家 明朝王国的公认罪人杨四昌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一看上去很卓越的英才 杨四昌 自文弱 湖南长德人 23岁就中近视的青年采俊 其父更是崇祯初年时临危受命 招服西北农民军的名臣杨赫 当时的杨四昌 也俨然是名门贵公子的模样 但未曾想 父亲杨赫招服农民军 其实是踩了大坑 被招服的农民军翻脸就造了反 挨坑的杨赫呢 也是悲惨被彻职流放 莫得欺而而死 面对如此家庭变故 曾经悠闲自在的杨四昌 却立刻展现出叫崇祯吃一惊的表现 不哭不闹不喊冤 反而主动上书崇祯帝 要求替父亲服刑 满腔忠孝情怀 也叫崇祯帝连连接叹 到了崇祯十年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 崇祯毅然拍了板 把正在家里服孝的杨四昌直接招回来 一下提拔成兵不上书 升迁之快又是轰动朝野 这番快速升官奇迹 放在明代三个世纪历史上 堪称十分稀罕 也被好些人津津乐道 又来嘲笑崇祯皇帝用人无方 但如果稀看当时的杨四昌 必须说崇祯皇帝信任他 还是非常有道理 因为当时的杨四昌 也拥有几项卓越的素质 俨然一副优秀人才的模样 除了那感动崇祯帝的孝心外 杨四昌更叫朝野同僚福气的 就是他博文强制的工作能力 身为兵不上书 全国的军事局势走向 全在他脑袋里装着 以好些明代史料记载 每次与崇祯帝奏事的杨四昌 不断有问必答 而且每个要害问题 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每一处战场的地理地形 乃至带兵的将领素质 全是张口就来 显然是做足了功课 如此做足功课的态度 或字典般的工作能力 放在当时满朝拥入官员 常见坑斥到一问三不知的景象 俨然是一股清流 当然叫崇祯帝越看越喜欢 渐渐以为兴富 而比起这勤恳到风风火火的工作表现 杨四昌更震撼到崇祯帝的 就是他卓越的眼光 此时的晚民王朝 已经深深陷在两线作战泥潭里 关外的八七军打低凶 关内的农民军跑得快 叫明军要么被揍得鼻青脸肿 要么被耍得团团转 都知道如此窘境 但明迟早被活活耗死 可到底该怎么办 杨四昌之前 各路文武成功们 谁都拿不出靠谱的办法 但到了杨四昌这里 事情却靠谱了 杨四昌首先靠谱的 就是提出了与后军亲一和的主张 而且主动担当责任 明治满朝文武反对 还是私下里不停与后军接触 等于是主动替崇祯帝扛黑锅 为明朝艰难奔走 而比这更靠谱的 就是杨四昌新型的绞杀农民军战略 及四正六鱼石面网计划 全国划分战区 每一处都负责道人 四面张开天罗地网 叫以往跑得快的农民军 从此无处可逃 以战略本身看 确实抓住了 流动作战的农民军 最为致命的死穴 综合说来 深受崇祯帝信任的杨四昌 一如职场上许多优秀员工一样 有着风风火火的工作作风 更有豪气的战略眼光 属于领导者打眼一看 就会深深喜欢的英才 这么看来 崇祯信任他似乎没有问题 但事实上 看似国家干诚的杨四昌 看上去卓越的外表下 却也有致命的缺陷 2.狭隘的心胸 杨四昌的第一大缺陷 就是他狭隘的胸襟 虽然在晚明政坛上 狭隘的胸襟并不算特殊现象 党政泛滥的冥王朝 发展到崇祯年间时 早已经是党同伐一成风 官员们互相拉帮结派 别管国家大事如何 互相拆台才要紧 正是这多年如一日的互相倾压 才把多灾多难的大明朝 轻压到水深火热的程度 对冥王朝的毛病 杨四昌当然知道 但是扶摇至上的他 却是变本加厉 就以杨四昌极为得意的 一和谋略说 虽说放在明朝当时的背景下 与后金一和当然是有其道理 这样一件敏感大事 想说服朝野同意也是相当不容易 如果想水到渠成办好 方法自然有讲究 但是执行者海纳百川的胸襟 却是不可缺的前提 龙庆年间与矮达的封贡合议 就是典型例子 一样是双方结了多年仇 一样是满朝文武反对 一样是党争成风的年代 但主持封贡合议的高拱张居 正两大名臣 却能搁置朝臣间的争议 难兴在大臣中活动 终于通过封贡票决的方式 成功实现了对矮达的册封 换来了大明朝西北边境长久的和平 这么个艰难的事 就要靠胸襟责任感撑起来 但放在杨四昌这里 这事情就简单粗暴了 在杨四昌看来 只要主张不同 就是有你没我 反对合议就是反对我 必须要想尽办法才翻整倒 崇祯十一年 破关南下的黄太极兵临北京 杨四昌的义和也正几罗密鼓 但是担当抗敌重任的宣大总督卢相声 却是坚决反对 当时的情况是 就算要合议 北京告急的危机局面也绝不是合议的时候 团结抗敌才是真 可满脑袋要立大功的杨四昌 哪有着团结抗敌的觉悟 结果卢相声前方浴血奋战 杨四昌后方不停给卢相声敬谗言 害得卢相声军队近乎被调光 故军陷入数万清军重围 最终壮烈殉国 甚至当卢相声死讯传来时 杨四昌还不肯作罢 竟然鞭打威胁士兵 威胁他们诬陷卢相声 可怜大英雄卢相声的尸首 都被扣40多天不上报 以这党同伐一表现说 请贵见了杨四昌都要叫声惭愧 一切只因为卢相声不同意这何意 可是杨四昌这番狭隘后果却无比严重 作为农民军最惧怕的将领 卢相声常年力功颇多 他的迅国 于是杨四昌 亲手替李自成文除掉了克星 何一还没成 就先自毁了长城 以这种有我没他的狭隘风格说 就算杨四昌满腹锦秀 自然也难成事 三 拙劣的执行力 比这狭隘胸襟更要命的 就是杨四昌拙劣的执行力 杨四昌的工作表现 看上去十分高效认真 但是做关键式的能力还是暴露了他的水平 就以杨四昌得意的四正六鱼十面网战略来说 杨四昌想的很美满 但要想实现战略就要有钱有良 为了能够快速实现目标 杨四昌依然说服崇真出台了空前加税的政策 结果就是以火交油 虽说李自成随后遭到惨败 但沉重的赋税 把更多的农民推到了造反的道路 后来李自成能够东山再起 病人就是杨四昌帮的忙 待到张献忠肆虐华中时 认真的杨四昌也决定亲自统兵出征 但比起他拙劣的战略指挥能力 他的临阵指挥能力也是欠缺严重 真正的战场表现并非是读几本兵书这样简单 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杨四昌 进了四川就被耍得团团转 走良玉等军将们 他更无力截至 结果气喘吁吁追一番 张献忠却栖息了武昌 杀死了楚王 酿下十番重罪的杨四昌 也在金黄之中死于大明王国的前夜 重真十四年三月 杨四昌死了 可是在他拙劣表现下 已经农民起义遥远 梁将禁属殉难的冥王朝 也更到了生命名流时刻 可以说 三年后重真帝自尽殉国的结局 大坑就是杨四昌挖下 风雨飘摇的明末 摊上了重真帝这样不太会识人的帝王 外加杨四昌这样看上去很优秀的庸臣 自然神仙也难救 参考资料 明史明实录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